农山研制 有一次 孔子北游到农山 子路 子贡 盐回 随时在侧 在这里专心思考 什么想法都会出现 你们谈谈自己的志向 我来做讲评 我希望能有一个机会 白色的指挥旗像月亮 红色的战旗像太阳 中古之声响彻云霄 京旗盘旋飞舞 我率领一队人马 抵抗敌人 必能夺取千里之地 我必能拔去敌人旗帜 磕下敌人耳朵 这种事只有我能做到 老师 您让子贡和盐回跟着我吧 子路多么勇猛啊 我愿出使齐楚交战的原野 两军的迎来摇摇相对 扬起的尘土连成一片 士兵们挥刀交战 我穿着白色衣帽 在两国之间游说 论连树交战的利弊关系 已解除国家灾难 这种事只有我能做到 老师 您让子路盐回跟着我吧 子贡多么有口才啊 盐回 你过来 为何只有你没有志向呢 文武之事 子路和子贡都已经说过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虽然如此 还是各说自己的志向 谈谈你的志向吧 我听说 熏草和油草 不能放进同一个容器 姚和节 不能共同治理一个国家 因为他们不是同类人 我希望圣王能辅助他们 向人民宣传武教 以礼乐教导人民 使百姓不修筑城墙 不愉悦护城河 武器改筑为农具 平原放牧牛马 妇女不担心丈夫离家 千年无战争之患 这样子路便没有机会施展勇敢 子贡便没有机会运用口才了 多么美好的德行啊 老师认为谁的志向最好 不伤财物 不畏害百姓 不花太多言辞 只有言回的志向 具备了这些理想 希望听听老师的志愿 言回的想法 就是我的志愿 我希望穿着布衣 戴上帽子 去做言回的家臣 你与言回哪一个比较强啊 我怎么比得上言回呢 言回听到一个道理 便能推之全体彻底明了 我听到一个道理 只能推之两个 你是不如他 我和你都不如他呀 农山研制 农山研制 我都不如你